從台南起家的海鮮塔火鍋 一度造成排隊旋風 如今北上展店了 他們決定用差異化做出口碑 吸引他們的顧客 三點蟹和紅蟳活跳跳 現抓現殺 撒上蒜頭 薑絲清蒸就很對味 這樣的海鮮塔一共有五層 只見老闆用料不手軟 套丟一次就擺了四隻 歐阿彌和石狗公也是放好放滿 不過最誇張的就是貝類了 有超大的文革 馬蹄革 還有海瓜子 鮑魚等八樣 陣容堅強 一上桌必定讓顧客驚呼連連 還喜歡嗎 上菜 外賣 貝類跟蝦類都很喜歡 因為它種類很多 而且飯量又很足 而且很新鮮 料很飽 超大顆的 還有那個花枝漿 那花枝漿是他們台南純手工做的 真的很好吃耶 另外最細筋的則是滿滿白蝦鋪底 接著放上肉質飽滿的白刺蝦 而體型最大的腳蝦 成本相對較高 但一次也是擺上兩隻 海鮮盤宛如選美比賽徵集豆豔 好吃 要吃 好吃 大吃 我最喜歡它的三點蟹跟那個套Q 因為他們的那個新鮮口感很好啊 我們吃今天那麼多啊 都是比一般的都還便宜 清蒸海鮮的精華 則往下滴落到最底下的沙茶火鍋 甚至還能煮粥一鍋多吃 這家從台南起家的排隊名店 目前全台已經開了五家分店 台北店負責人莊振林 其實是半路出家 過去當了十年的職業軍人 也做過房仲 砸下百萬元 決定踏入餐飲業後 他勤跑漁港 從林開始學習 一點先去基隆嘛 基隆砍栽點 然後之後回來再去中央漁市 然後隔天到早上的時候再去漁港 就是為了要找到我想要找的海鮮 把我們這邊有在賣的 盡量種類讓它豐富一點 親自採買同時省下了盤商抽成 單單一家小店 海鮮卻能達到20種以上 而莊振林的另一個堅持 便在火鍋湯頭 豬大骨 雞爪 雞胸骨 得分別燙過去除雜質 再放進老湯熬煮4小時 並利用洋蔥和甘蔗來增加甜味 覺得它的湯頭不錯 很鮮甜 很清爽 而莊振林也在蘸醬下功夫 海鮮可以搭配特製酸甜醬汁 而沙茶醬裡頭則多加了櫻花蝦 來增加香氣 蘸著手工魚酥一起入口 保留住台南偏甜口味的特色 我是希望能夠抓住 我當初在台南第一次吃的時候 的那個衝擊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口味不能變 第二個我堅持就是要 產品的多樣化 如今假日巔峰 餐廳可以翻桌三次左右 客單價落在400到600元之間 從台南發跡的海鮮塔沙茶鍋 也成功擄獲北部消費者的心 東山財星 我蔡小達 邱清輝 新北市報導 二十一�� 三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五 二十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